謝謝各位同學 今天那麼準確來聽 我和常鋒的一個演講 今天我們來的聽眾 除了學生以外 我看也來了好多各系的老師 還有系主任跟院長都來聽 但我想今天我們非常高興 非常開心 邀請到我們這個 應該是台灣 東華民國應該是 從過去到現在最年輕的政務委員 唐鳳唐委員 今天來到我 從部長一下 先部長一下 我想唐委員那天 我也不需要太多一點的介紹 因為他是台灣的基地人物 而且也是個團血人物 我相信各位同學 在很多的報導 很多新聞上 都知道他有很多很多 值得我們學習的一些典範 比如說這位唐委員 他是自學的過程 大家知道嗎 這靠地讀書 不是說老師在後面 披著讀書那種學生 是靠自學 自學這樣給他一個呼聲 另外呢 他有一個非常讓我們 值得學習的一個精神 什麼精神呢 追求卓越態度 尤其我們學生 我知道都非常優質 專業部分啊 什麼都沒問題 但是那種 追求卓越態度 我覺得 我們還是要 還是要多加強 當然另外 這個 唐委員他在一些 事業上 有很多的照片 比如說 我看到 他是 全台灣 無關 電腦高手 現實 那我想這個是個很高的榮譽 能夠被封得榮譽的話 真的不不簡單 今天我們主要談這個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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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的時間結構是到12點 那我一般演講都不會特別講從這號 就是大家想要聽的為主 所以大家就歡迎在這個中間盡量的留言 然後上面有大家投票最高票的 底下是他閒聊的區域 就要歡迎繼續用他來閒聊 好 那在我講的過程裡面也有 所以就歡迎在底下閒聊區追問 或者是繼續討論 任何大家想要討論的事情 那我們就重新開始 我們會想要分享到今天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我与伙伴之间学习的重能 面对现在和未来 机器人已经可以深度学习 学校的教学要特别量的学素养 请谈目前的阅读经验 从纸本到无纸化的阅读的分享 能够举例说明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气 以社会创新的案例 来了解成败与关键 稍微有点作弊 因为这事实上是四个问题 既然这个大家都投了最高票 那我还是花一点时间 可能是用反过来的选序 来讲这四件事情 那第一个是说 就是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企业 跟社会商业的案例 希望我举一个明确的例子 那成如像刚才校长所说的 社会企业 在我们的这个行政理念 目前是有过负责这方面的业务 那所谓的社会企业 就是把刚刚刚刚讲的 就是社会公益辅助照顾的这个力量 跟企业经营的力量 想办法把它连接在一起 而不是让他们彼此冲突 彼此打架 所以就是中间这个绳子 就是这样重要的 在社会企业的经营里面 那大部分的朋友们都会发现到说 其实往往事情看起来 好像是会相同冲突的 但是你想要用一个创新的耐度 去找到一种新的看事情的方法 那弱势就可以转变成优势 那企业的力量跟社会的力量 也不一定是冲突的 你可以放在一起 那之前呢主任也跟我说 我像人生百贵的朋友 其实昨天才有来过 那这边也有一些朋友 所以在店头有评论你的工作 那我底下就举个 跟人生百贵有关的利益 然后这样子可能 我们在衔接上会比较容易 在台湾其实社会企业 这四个字 虽然是最近十年左右 就是随着永永斯老师 这个在就是诺贵尔经济讲的 这个所谓的microfinance 就是与他的传言 和他们的这个概念 广为认知之前 其实在台湾已经有二十年上的历史 有非常多的社会企业 已经在我们的四周 那他们都是结合社会的力量 跟商业的力量 他们可能是合作社 像是书联盟可能是NPO 像写汉尔 或者他可能是公司 像女员这些都可能都有提过的 那既然举个世界案例 我就举天赋城市这样一个例子 天赋城市是家社会企业 它是专门做设计 它就是社会设计 社会设计 那所谓社会设计的意思就是说 它去想象一种新的社会关系 然后透过设计 把它化为现实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点点赛固存 就是一点一点的做善事 他们有个想法 就是说任何的弱势 你只是还没有碰到它的优势的部分 像主义来讲 像贤恩尔 其实贤恩尔这三种词 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创词 因为在此之前 大家是叫做它执政 或叫做执掌 对吧 那但是你把它改名掉贤恩尔之后 瞬间就可以想象 跟它新的运动的可能 就像点点赛 他们就请一些视觉设计师 去跟贤恩尔一起其他画 然后就当然说 贤恩尔可以画出 那种非常具有创意的 这样子一种视觉设计 但我们还在看到 很多喜欢人画的 你要我画 我也画得出来 但是需要有很成熟的 这个肌肉的这个掌控能力 但是又是非常有工具 每天真的这样一种心灵 才能够画出这样子的 很不错的这样一个设计来 那点点赛固 也跟好比像说盲人合作 盲人的话 有一家新的企业 叫做天安对话 天安对话 它就是在好比像说 我们现在这样子的大厅里面 今天把灯全部都关掉 然后呢外面完全没有任何光线 进来一片漆黑 然后是在这种情况下 来带工作房 来带工事 大家一起做一些活动 那这个时候呢 大家在黑暗之中 负面都会手自无措 那这个时候很有自信心 引导大家去完成这些活动的 因为就是我们盲人的引导师 那所以在这样子之后 就是大家一天的工事 已经下来之后 对盲人的看法就改观了 就可能是说 在就是这样子的世界里面 他们是优势的朋友 而不是落实的朋友 那所以天安对城市 由系统来去看各种 落实转变成优势的可能性 所以在最几几个月前 他们发行天安对城市 那这次他们看到的是接卖者 接卖者大家可能都有碰过 就是在街上 然后可能做了轮椅 身体可能有点不方便 那他可能卖 我们不知道 卫生纸啊 口香糖啊 这一类的产品 那他们透过 我们叫做服务设计的这个态度 service design的态度 就是产品设计 是说你看得到摸得着的东西 我们对它做一个设计 那服务设计是说 人跟人之间的互动 那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个 流程上的概造跟设计 那透过服务设计的态度 去看到说 现在的接卖者的服务流程 可能有三个痛点 一个是说资讯不平等 我们不太知道说 接卖者后面的business model是什么 我们也不太知道 他跟这一进 我等等这些 所以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所以很多人是有点疑语的 就觉得说 我跟他做生意真的好吗 那第二个是说 他的形象 他的互动方式收钱 那可能比较就会说 你先生小姐心情好 那你第二次第三次 在跟他互动 可能第一次买了 可是第二次第三次 你好像没有办法 因为这样更进一步了解他 那第三个就是说 他卖的商品 就没有比给你想要卖的 要来的便宜 所以其实就算你第一次买了 第二次第三次 你并没有什么理由 说一定要不断的去跟他购买 所以他们本来的服务的这个流程 是可以做很多改进的 所以这个时候 他们就找到人生买味 所以他们 大家昨天可能有评过 就是说 他们人生买味 特别是对于无价者 或者是对于本来社会关系 社会连带比较薄络的一群朋友们 他们有一些慢慢的 循序渐进的 他们比较舒服的方式 让他们开始比较professional 然后比较愿意就是贡献出来 然后用一个比较自信的方法去 然后比较做高烂 或者做其他的服务 所以生活中 跟职能训练 他们就是照人生买味合作 那在台湾也有非常多做辅具的 这个也是智慧机械的一部分 就是做辅具的这种社会企业 那这个呢 很多是隐形玩具 就是他在本来做辅具上 就已经是最强的 但是呢 他们所谓的做好事 不一定是去造桥铺路 而是说充分运用他们在辅具上的这种优势 去为接卖者量身打造一个接卖车 那是非常符合人力工学 然后可以转椅子 然后桌子可以收起来 然后上面的这个大的荧幕 下雨的时候还可以折起来 变成雨折之类 那很多很创新的这种设计 那当然他们还会去连接各个不同的城市 像说如果有个城市 它要发展公平贸易 那它就可以进一些公平贸易的茶 或者是咖啡 那这样的话就不会只有 口向航空卫生纸 那又或者是说 有个城市要办这个什么博览会 那它也许也可以去做一些 结束的一些工作 但是呢 让我觉得最重要的 就是最想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案例的部分 是说他们透过群众募资的方法 不是只是来募资金 而是来募想法 他们在群众募资网站上面 投了一个他们要80万 那当然很快就募到超过100万 那但是呢 这些募到的钱呢 它不是只是换一些赠品而已 其实就是当你付了一些钱之后 你看着这一辆 他们服务设计出来的 这样一个解脉者的concept 你会想出各种各样的想法 就像是汤姆利剑记里面 就是你帮他欺账 还要付他钱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你就感觉上 你有没有一份 你是stateholder 所以在群众募资的平台上面 包含我们社群美娱上 就很多朋友开始提过 这种贴码行动的主意 好比像说 如果无线网路不太覆盖到的区域 那他们也可以当无线网路的热点 好比像你手机没有电了 那你就可以坐下来 让他冲一杯公布某一的饮料给你喝 对他跟你聊一聊 他的人生故事的话 同时你的手机在快速充电 用那些两件弄成 那或者说下雨的时候 他前面的柜子嘛 也可以放很多的折叠扇 甚至可以变成社群借换雨伞 说明后时间也好啊 的中心 就是有这样一个outlet之后 他可以做非常非常多的运用 那所以我想就是说 我当然还有很多例子 但是以这一个例子为例 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他的重点其实是 我们叫做social precology precology就是随创 就是随手信手拈来 然后把各种各样不同的能力 串接在一起 并不是好像给脸上自己 什么都要去做 而是说他去找到人生摆位 找到做服务的 找到实际去照顾 这个肩脉者 肩脉者自己 连接起来的能量的团体 让他在结合成这样一种 新的business model的同时 是让他们觉得说 我的自己的生活 我可以自己掌握 而不是好像一直觉得说 是就是受到辅助的这样 所以这样子一种心态上的转换 就是说若是也可以变成优势 有优势之后 他又可以再创造 更多的生态性 大家结合在一起 这个是我想举这个例子 最主要的原因 那一位朋友问说 目前的阅读经验 从纸本到无纸化的阅读的分享 其实我想阅读的经验里面 差别最大对我来讲 就是说一张纸 其实你能够对它的纸包作 都是私人的 都是个人的 其实它也讲 你在上面折 你在上面画线 你在上面做重点记号等等 甚至一些些note 它基本上就是可以 你自己看的 你写的就是自己看得到 但是当我们把纸本变成荧幕的时候 其实完全不一样 在荧幕上面有绝大部分的互动 因为现在都是连到网路了 都是给别人看 你还是可以做一些注解 你还是可以画一些重点 但是当你在做注解 当你在画重点的时候 这个东西它是可以透过投影 透过无线分享 透过所有这样子 线上共笔等等 它是变成大家共享的一个资源 甚至别人也可以同时在上面 去进行标注 去进行索引 然后去进行阅读和讨论 也就是说当我们把一个东西数位化 所谓digital twin 就是说我们在现实世界有个东西 然后我们把它带到网路世界来之后 它的互动的可能性 绝大部分都是social 就是说都是整个社会 环绕着这样一个social object 那我现在在演讲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在下面做评论 那我们如果是共享这样子 给简报的话 大家也同时可以在这个简报上面 进行标注 那至少我觉得这部分很重要 我也可以把它这样子标出来 给大家看到 所以当我看到荧幕的时候 我想到就是说 我对这一份阅读所做的贡献 我想到的事情 是不是怎么样能够把它让 在所有未来在阅读这一份的人 不一定是同时 也不一定是同地 而是说所有跟这个同一份东西 有兴趣的人 怎么样让它看到 所以它就把一个personal object 一个个人的一个物品 变成了social object 就是大家可以绕着它进行讨论 你可以透过作品认识你 对作品感兴趣的朋友 透过这些朋友认识更多作品 透过这些作品又认识更多人 在这样子一个social network 我想这是 就是跟之前值得阅读的时候 最大的一个差别 因为值得我如果把上面 做满笔记的书送给你 那我就没有了 这其实不是很social的一件事情 但是在网络上面 我给你一份之后 跟我自己还有一份嘛 同一个朋友现在又问说 面对现在与未来 机器人已经可以深度学习 学校的教学要特别培养那些素养 我们现在在明年即将上路的 就是国民教育的新的课堂里面 我们特别从技能导向 转换到素养导向的一个教学 那技能导向的意思 当然就是说我特别擅长做某些事情 那但是素养导向的意思是说 我特别知道这件事情 要用怎样的方式或态度去面对 一个是那个 他的实际去做的那个what 那另外一个是那个 后面的那个what 那所以就两个方向 虽然都是很合理的方向 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别 就是说在新的国民教育的课堂里面的素养 就是所谓的自发互动共好 它都不是说一个问题 一定要用什么特定的方法来解决 自发那意思是 你碰到一个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自己去提出自己的想法 自己去创造 互动的意思是说 你想不出来的时候 或想到一半卡住的时候 你可以去找在你领域很不一样的朋友 跟你想法还不一样的朋友 背景很不一样的朋友 国家完全不一样的朋友 然后呢去互动 去一起找出这些方法 最后的更好的意思是说 你不是把对方当做道具 不是把对方当做工具 而是说你也去问说 那对方在意的价值是什么 然后试着在大家不同的想法里面 找出大家都可以共同接受的价值 从这个价值才长出 大家觉得都可以接受的这种解决方法 所以这是一整个面对问题的一个思路 那这个思路跟以前技能为主的最大的差别 就是说以前技能导向的思考 往往会变成说 我某技能很厉害 我在那上面跟别人竞争 把别人比下去 然后都是第一名等等 但是素杨导向呢 是每个人有自己的跑道 每个人都是第一名 他根本不是跟别人比 那前面的这个技能导向呢 一见本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现在呢 就是越是这种操作性的 就是所谓的工具人 那这些部分 技能的这些部分呢 只要任何人还做都一样 所谓比第一名第二名 都是一些量化的嘛 就是你用的时间比较少 或者身份比较少之内 那这些未来呢 大概都会被人性工具所取代 因为就是机器真的不会累 它24小时都会做 那你再厉害的技能 其实你也没有办法 像机器那24小时的做 所以这些repeatable 这些我们说很弱的这些部分 现在不用说未来 就已经越来越被机器所代替 那但是呢 如果我们是素杨导向的 我们就不会被机器威胁 我们就会觉得说 我是要透过这个态度去 综合科技的力量 解决这样一个问题 那中间即使是有一些 AI有一些机器的部分 那很好啊 我就拿来用 那我的关注的点 就可以在更多的 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互动 价值判断 沟通等等这些 没有机器 没有自己的生命经验 它也没有办法来放上 每个人来做都不一样的部分 你这个部分 就是我觉得接下来教学 可能可以特别注重的部分 然后最后就是 以新鲜的角度 如何产生自我跟伙伴之间的 学习的动能 我觉得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 我刚刚说解决社会问题 可是通常都没有那么 这个高大上 通常就是解决自己的问题 先从解决自己身边的小问题出发 我有一个朋友 她叫Linda Lukas 她是办了一个叫做Rails Girls 她是教就是Rails这个 城市设计的一个语言 那但是呢 她有带过很多工作坊 那大部分都是给就是比较年轻的 或者是当然有一些想要这个转业的 一些这个女士朋友们 那她就发现出大家会挑的 这个生活中间的例子 都非常的促进大家的学习动机 她比如说有一个就是年轻的一个妈妈 她的小孩呢 有分离焦虑 那这个她教育小孩 这个一段时间呢 小孩就会陷入一个 就是别人都没有癌痕味发这个情况 所以说呢 她就做了用一个叫Rail Winner的 一个硬体的控制器 做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显示板 那这个显示板上面的那个数字呢 就跟她手上穿的那个运动手盘连动 它只显示一个数字 就是能把她离家里还有多少步的距离 所以呢 那个小孩就可以 就是从她这个下班 然后回家 这个中间走路的这个过程里面 小孩就跟她那个数字 一步一步一步在减少 然后呢 到了零的时候呢 这个就妈妈就一定能进到家里了 那就非常神奇的 这个分离焦虑就消失了 那所以就是说 这种她在实际生活上面 可以解决问题的创新 它既没有什么成本 就是说 这些零件降下 可能有没有台币一千块 可能没有 那然后呢 它也不需要非常多的时间 这段程式 你从完全不会程式 学会到会写 大概可能只是需要 第二个礼拜左右 那所以它需要的是什么 是一个巧思 那这个巧思 最重要的就是 需要从自习的生活进行出发 当你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东西 大家听到都觉得很好 很好用 那慢慢的就可以连结上 各种不同 有类似需求的朋友 然后慢慢就做出 类似社会创业 这样子的工作 好那所以以上是对这一位朋友 现在是对这二十七位朋友的这个回答 好那接下来有三十四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有两位朋友们想要问我口才这么有力 怎么训练的 其实有一个秘诀 就除了经常演讲之外 有一个秘诀就是说 我自己没事的时候 我会就是听 rap 然后也会常着 就是饶舌 但是也会试着去把就是一段文化 就是用这样这样快的速度 然后把它念出来 就有点像 rocker的一面 那那样的意思就是说 当你已经很习惯用 好不容易比我现在讲话快两倍的速度讲话的时候 那其实呢 像我现在已经是一个 降速到一半的这个模式 所以说我就可以留一半的时间去想 我的下一题要怎么样子回答 所以这个时候从各位角度看起来 我讲话中间就没有换气 也没有停下来讲 但是事实上是这样子 这个现场来一段rap 我们现在先处理比较严肃的问题 之后再来一段rap OK好 那有24位朋友 对我有freestyle OK 有25位朋友说 要怎么样在国际场合跟台湾发生 其实在国际场合 就像我刚刚讲的 在做社会创业的时候一样 大家在意的不一定是说 这个台湾有什么竞争力 就是说有什么做大家都知道 但是做得比大家这个便宜 或者比大家快的部分 为什么 因为这些部分第一个本来就是台湾的强项 在某些特定的这个命题 或者整个生产的命题上面 那第二个是说 这个已经是台湾三四十年来的优势 所有人都知道了 你在国际场合再讲这个 你就是在讲他都已经知道的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在国际场合上面做贡献 就是要讲个讲不值得的事情 就是说原来台湾也可以在这方面有所贡献 重点并不是我们在哪些地方 已经过别人 而是我们在哪些地方 能够跟别人去做结合 那我也同样举一个很实际的例子 我这四次到两个相关的周边的 这个回应去分享 大概都是用我们就是 这么样的促进社会之间 彼此互相信任的这个方式来做演讲 那什么叫促进彼此的信任呢 其实我们在现在公顾门或私顾门中间最缺的资源可能就是新任 我们在哪 刚刚这个来打比方 以前呢 这个公顾门在中间担任了一个神社交损 它有两个嘛 一个是它有仲裁的能力 就是确保说两边不会彼此受损太多 第二它有组织的能力 就是确保两边还看着彼此 还讲得起话来 那但是呢 我们现在在最近十年 就是social media 然后手机这些东西都变得很多的时候 其实各个社会上的势力不再需要靠政府去组织 它也不需要靠民意代表 它也不需要靠主流媒体 事实上大家在网络上面随便看一个板 随便有个关键字 忽然之间十万人就组织起来了 也就是说现在自发组织的这个能量 已经大过中间我们这个绳子 能够去维系的能量 所以我们如果还想要在中间去扮演一个 好像协调仲裁者的这样一个角色 那大家就会发现出 好像彼此之间的距离都很近 跟政府的距离变得非常远 但事实上有没有变远呢 没有变远 只是说我们之前彼此之间的距离没有那么近 没有像手近 把它连接在一起 现在忽然变得那么近 而政府没有靠那么近 所以忽然间相对之上就变得比较远 所以现在就会出现我们叫做民主退潮的一个状态 就是说越民主的国家人民就越不信任政府 那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越威权越极权的国家 人民越觉得这个就是政府很厉害 那但是呢 这个如果是越民主的国家 大家人民之间彼此之间互相分享 变得越来越亲近的时候 就会觉得政府为什么离家这么远 大家好像不是很让人信任 所以我们现在在时间里面去分享的 就是一整套就是促进彼此信任的一个过程 那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讲 大家知道昨天是报税的第一天嘛 那在去年的 就是去年的昨天 就是去年的5月1号 有一个叫做卓志云的设计师 那他做的是就是使用者体验设计 就是我用一个服务 我感觉怎么样的一个设计 那他在我们公共政策网络平台JOM上面 提了一个案子 那叫做报税软体难用到爆炸 那严格来讲这不是一个提案 这就是一个出发 那我没有把主文跟讨论贴上来 因为实在充满负能量 那OK 那在这个负能量充满的这样子一个提案里面 忽然之间过了不到两天 那我们左上角这位财政部的开放政府联络人 杨金恒 忽然之间他就在这个讨论区里面 就开始回应 他回应就是说感谢大家的律律指教 大家骂的罪凶的这些朋友呢 不是有堂吃 所以要进厨房 大家要去请坐堂吃 就是说我们就约几约几号 请所有骂的罪凶的朋友 不会都得到免费的入场卷 这个请直接来这边 我们一起来重启报税软体 那所以忽然之间 我们在网络中的声量 本来八成多是负能量 只有不到两成 他在那边弱弱的说 我们Windows报税很好 但是没有人理他们 所以这个时候呢 只要一把这个邀请函发出来 忽然之间就变成八成 大家都集思广义 在那边试着提出 有建设性的见解 只有不到两成 在那边弱弱的说 我觉得政府还来 但是没有人理他们 所以就是说 这个重点是 这个一个邀请的一个动作 那邀请进来之后呢 我们是用线上直播的方式 所以不管你这个 是不是住高铁旁边 或者住台北 你还是可以透过线上直播 来参加这个报税软件的重新设计 那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就是我们不会去和谐掉 对方的任何的发言 所以就算网友的留言 是什么自曝多啊 什么华丽到让人迷惘啊 然后 然后或者是说 我们在那边讨论 报税的这个体验流程 怎么样从一个流程到另一个流程 心情要越来越好啊 他就说 想到要报税心情就不好吧 但是 我们觉得不会去和谐掉 大家的留言 我们就把报税的整个体验 从头到尾 都用这个叫user journey 就是使用者旅程的方式 去进行了一个服务设计 那同样像点点闪钢 对于接卖者 也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 在进行服务设计 那当服务设计 这个蓝图确定之后 我们就发现说 每一个部分都需要更惊喜的讨论 都要把那一个部分 比较懂的朋友 甚至吵得比较凶的朋友 通常是同一群朋友 邀进来 所以我们就再开了四次的工作坊 然后在这四次工作坊里面 我们就结合了我们的厂商 就是冠猫 然后我们去郭税区 我们PITES的引导员 然后等等 以及右下角就是那些 吵得最凶因此 我事实上也最专业的朋友 那在这个工作坊里面 你就发现说 真的大家吵得那么凶 就是因为他们知道 一些政府不知道的事情 他们掌握了一些政府 没有这个专业的体验 我们也许很擅长去写 后端的这个系统 让它不要当机 或者是让它 你的这个所得 可以很快的申报 可以很快下载下来 这种比较是属于 软体工程上面的能力 但是前端的 怎么跟使用者互动 怎么跟使用者挂干净 怎么在这个提示上面 放一个小爱心 这种东西绝对 比如说我们本来的厂商会做的事情 所以说我们就是在这种共同设计之上 我们今年的报线软体就完全是改写了 那所以如果你是用Windows的话 你还是有本来的那个离线板 大家都用得很喜欢 满意度高达九成的那个可以用 但是如果是用Mac或者Linux 或者是平板的话 那现在就有一个很漂亮的 重新设计过的一个版本可以用 但重点不是指示说它设计的多漂亮 而是这个过程我们是让大家划备份为力量 就是实际的去增进就是政府跟民间中间的互信 那所以当我们在就是国际场合去分享这些就是增进互信的方法 就怎么样把各界的力量集合在一起的时候 大家都非常非常有兴趣 那这个呢其实也是国际上面现在大家在推行的 所谓的永续发展目标 所以说联合国在未来的一长段时间里面 都会说我们在社会上面 在环境上面 在经济上面 要做发展的时候必须起步并进 没有任何一个解决的问题 好比像说像我们要做优质的教育 或者是说要终结贫穷 这些工作跟气候 气候变迁接近水资源 跟经济 就是良好工作跟经济成长 还有永续能源 这些都不能够彼此牺牲掉 而是说我们要想办法找到这些都能够起步并进的做法 那具体怎么做呢 就是SDG第17项 就是促进更不要实现的伙伴关系 那我刚刚讲的那一系列的做法 其实我们在公共行政学 在政治学 在社会学上面 大概都可以把它对齐到SDG17上面的各项具体的指标 包含网路关评的人权 包含跨部门 跨国的合作等等 所以当我们在跟国际分析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很具体把它对齐到SDG17里面 各国都应该做的事情 那大家都不会觉得台湾在这方面做什么是竞争力 因为在SDG17上面你做得越好 就越多人可以一起做 这个完全是加起来的一个累加的一个工作 绝对不会威胁到其他人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联合国相关的会议里面 很适合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进行贡献的原因 因为如果谁要打压的话 那是他们没有面子 不是我们没有面子 所以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然后有一位富有创业精神的朋友说 他是资客馆的班代 他想要去越南投资幼稚园 我觉得非常棒 这个很高兴能够对区域做出一个贡献 而且这个真的是各位的专场 然后我当然在这边就是觉得说 当你不管是投资或怎么样 它的过程就是说中间钱啊 这个share holding啊什么 大概都是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工具 但它最后还是要达到我们所谓正向的社会影响力 就是说社会会因为这件事情而变得更好 而且最好你能够讲清楚社会是每一年每一年 怎么样因为你做这件事变得更好 以前大家都觉得说 好像每一年每年讲清楚提出公益报告这件事情 是NGO接受捐款的人才要做的事 但是在最近可能十年来 我们越来越发现说 如果你的企业就算是一家盈利的公司 你能够做这件事的话 那你的上下游都更认识你 你和潜在的投资者也都认识你 甚至你的消费者也会愿意来跟你一起 像刚刚那样共同创造 所以你把自己创造哪些好的社会影响力 把它写出来 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一个工作 即使你是一家投资人或一家企业 所以这个时候也许你可以考虑 国际上一个叫做B型企业 就是B-Labs ABC的B 那它的意思 这个B的意思就是 它是benefit 对大家都有好处 共同都有好处 这样一种企业 它用一个像是平衡积分卡的方式 去把我刚才在图上面 那四个面向都让你去填写说 这个企业在这四个面向 各自创造哪些正向的价值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大家就可以更认识你 然后你也就可以更认识到 所有在做这种更好的朋友 那这个时候 你放眼望去市场上 就不是只有竞争者 而是说有非常多潜在的 因为共同学的价值 而聚集在一起的一些合作者 有一位工商服务 这个说深刻喜今天下午提论 5点10分versus环宫比篮球 来看方便的篮球 OK 有28位朋友 换说 可不可以谈谈对于性别主流化的一个想法 OK Gender mainstreaming 所谓性别主流化的意思 就是说 我们在各种不同的性别气质 各种不同的性别表现 各种不同的性别角色 它都不是好像是禁忌 就是说它是可以很大方的讨论的一件事情 而在讨论的过程里面 也不会因为你的生理 或者是你的族群 或者你的认同不同 而就变成说 好像大家要分别讨论 而是说大家都可以聚在一起讨论 然后这件事情 就跟社会上的任何的公共事务一样 我们就可以具体来做规划 我们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讲 就是说我们在台北 有一个空总 空总现在叫做文化实验厂 它是在建国方式旁边 有一块很大的地方 那在这里面呢 我们有两栋建筑物 做成这个社会创新实验中心 Session of Reginal 那这个实验中心的意思 就是有任何社会创新 就是把透过创新 把社会聚集在一起的想法的人 不管它是透过商业模式 那就是社会企业 或者是透过新的技术 或者叫公民科技等等 都很欢迎在这边使用我们的这个设备 那这个是空间的特性 就是说它的所有的配置 都是社会创新者一起讨论出来的 我们在当时讨论的时候 这完全是一片废区 一下还淹水 但是我们就是同样透过 无常共同创作工作方的做法 然后大家都站在这边 然后去想象这个未来 然后大家透过这个共事决的方式 大家都觉得说 最重要的在这个场地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就是一定要有厨房 因为有厨房才能做菜 它才能够一起吃 参加这个创作的过程 那这个时候呢 很多这个企业 它尤其是一些小农的 一些食材 才能够透过这样做菜的过程 被大家所了解所认识 不然你拍的文宣拍的再好 你还是不知道它吃起来是什么样嘛 那但是透过这个做菜的过程 就可以更有效地去 mote这些东西 那所以呢 我们不但有厨房 现在还有一位resident的厨师 石大陆 那是我们设计的灵魂人物 因为在这个空间里面 今天有事没事经过 就可以吃到它做的 非常好吃的东西 那另外一个大家要求的 就是说 它每天都要开到晚上11点 因为大家通常是吃了 就是非常享受之后 都已经晚上8点了 那个灵感餐会开始出现 然后餐会一起 开始创作一些有趣的东西 但是大部分公家机关的 女神中心 8点大概就打烊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很不方便 然后到旁边另外找地方 那所以说如果它开到 晚上11点就会更好 同样的 这个也不是公家机关的 都自己想象出来的 也是大家要求的 那甚至呢 大家还要求说 每个礼拜三 就是每个礼拜 政委要播一天 在这边祝点 所以每个礼拜三 就是基本上 通常一整天 至少半天 都会在这个地方 然后任何想要找我的人 都可以跟我聊 那同样的 也不是只有台北的朋友 我们在每双周的礼拜二 也透过视讯的方式 把在空总的 13个部会的朋友 跟在全台湾各地的各个不同 就是联合服务中心的四个点的朋友 透过视讯把他接在一起 然后大家一起来做政策的讨论 那所以说呢 这个好比像说像洗手针的配置 在我们当时在共创的过程里面 这个就是大家可以在上自由的讨论的一个话题 所以在这个洗汗儿所设计的这个足球 这个你要我画我画不出来 这个真的很厉害 这个创意足球的这个两边 就分别是有四个洗手间 就是男侧 女侧 然后心理平等厕所 然后跟那个无障碍的厕所 然后所以就是大家都可以用自己 最舒服的方式 然后呢 这是满足这个如此的需求 然后也不会觉得说 好像四间哪一间比较大 实际上我们是故意这四间的空间是完全一样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就不是好像很冷冰冰的拿这个 内政部建筑研究所 或拿来一个老师的study 来当做我们的概案 而说在这个过程里面 包含这个动力线啊等等 任何人都可以很自在的去讨论这些事情 它不是一个禁忌 它就是一个空间规划的一个很自然的部分 那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就会promote一种感觉 就是说任何人他的性别形式 性别表达等等 在这个空间里面 他不用特别去想 不用特别去play 但是呢 他就很自然的 就是一个很多人的环境里面的一部分 有一位朋友问说 黄鹿好像有点慢 跟多名人一家断交 你觉得跟台湾有什么警示 首先就是说 Dollar Diplomacy 就是我们所谓的金钱外交 这个就不是台湾会做的事情 那我们也没有打算 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就像刚刚讲的 你要拼某一个特定项目上面的竞争力 尤其是撒钱的这个竞争力 那很坦白来讲 这不是大家的priority 大家我们透过各自的民调 然后各自的消息的座态 都发现说大家对于 大草币 的这件事情 并不是大家期待 我们的外交系统去做的事情 相反的我们透过人道的援助 我们透过刚刚讲的社会关怀的一些 SDG的这些援助 即使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 我们对当地的人民 跟当地的Sewish Society 就是当地的公民社会 其实都是有非常长远的这样一种情谊 所以不管大使馆 或怎么样的外交官还在不在 这种长远的情谊 它事实上是一直保留的 而且大家都会记得说 台湾的意思是所谓的暖实力 就是能够送暖的这样子一个实力 那但是呢 所谓的这个硬硬的这个部分 完全是纯粹竞争力 这个杂毙的这个部分 我是觉得没有必要条 我们不擅长 而且胡人也不太支持 的这样子一个做法来继续做 所以这是我的一些基本上 针对18岁之后 自学的学生有什么建议 其实我自己觉得说到18岁 大概大家都要有一些自学的能力了 这个是基本上是这样 因为不管从本少法护法 还是从刑法的角度来看 大家都是成人了 但是当然我也理解说 这个还有两年的时间 大家在民法上面才是成人 这个是我们目前的法律 一个很奇怪的一个gap 对 那就是说你可以投公投的票 但是你不能投 这个一般学总统票 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对 那所以在这两年 其实我觉得是很有趣 就是说 你要为自己的很多行为 负完全的责任 但是要做什么事情 还是要家长同意 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那除了你要去结婚 那就没有这个问题 那我没有办法 就是建议大家18岁之后都去结婚 这很显然是我们的法律系统 这个要做一些修正 那但我们做这个修正是这样 我觉得特别是18岁到20岁的朋友 如果像刚才就是 我说固定的法公益报告数那样 就是能够让你家里的长辈知道说 你正在做的事情 你们不一定懂 但是它创造了什么正向的社会影响力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 就有共同价值的部分 这个长辈是非常乐意听的 所以说就算他不知道你在做的 刚刚讲的那些什么服居设计 那些服务设计 这些词可能都是新的词汇 都没有听过 但你只要跟他讲说 在end point上面 我们会翻转多少人 有多少人 他本来是弱势 可以透过这样子去做发表 甚至是有一些展品 这些东西去讲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无形之中也是价值之间的一个交流 那透过这样子的交流 你的autonomy 就是说你在话语权 诠释权 就是说你在跟长辈讲话的时候 去定义下一个 要讲什么的那个能力 这个能力 议程的设定权就会越来越强 那这个并不是权力关系的一个专一 这个就是一个 你成为一个成人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在所谓的素养老项教学 在深研过教里面 就是希望大家从小学一年纪开始 就可以比较快地去培养这样子的能力 那就不是只是服从而言 而是说如果有什么规则 大家是一起讨论出来 是自发的讨论出来 然后一起去遵守 那像这样子 我觉得才比较能够去把不同的时代 这些不同的经验 把它连结在一起 那这个时候 你就会突然发现说 你自发的空间变大了 因为大家必须知道 你是为了什么而做 就很愿意让你用不同的方法去做 有十八个朋友想要知道说 身为一位在性别很甜 上也好 无下也好的人 要怎么样跨越社会异样的眼光 其实我是觉得说 觉得自己跟别人一样 这个才是一个幻觉 就是每个人其实 大概就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就是说 如果你觉得别人跟你一样 那就是当然除非双胞胎 可是那也只是长得一样 就是说在心里 还是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一个个体 所以我想就是说 大家都觉得彼此不一样 但是又有共同的价值 这个才是真正的多元 如果只是说 大家硬要齐头并进的 大家都弄成看起来一样 这个反而是让 就是大家不一样的那个部分 只能用比较暴力 或者比较坏的方法去发现 反而是说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Celebrate 我们庆祝它说 你们不一样 那这样很好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觉得才能够去让整个社会 去探索各种不同的可能性 在这个过程里面 就发现说 真的确实有些时候 某些过于课版的单调的性别角色 真的对沟通没有帮助 那你如果比较 fluid 就是说比较弹性的话 反而在很多沟通上面 是让对方更觉得 你能够去来同意我 这样子 基本上课纲一直改 新的教学方式推成初心 但是学校老师有持续进修吗 用了20年的教学习惯 能够说改就改吗 持续进修当然是有的 尤其我们是针对新课岗 我们已经晚了一年推出 那这一年大概都是在做 试字培训 在做教材教法的严实 在做一些先期示范的一些学校 让人去看所谓官课 然后共同备课 所有这些东西 大概老师们都有在做 那但是当然教学习惯这件事情 就是说以前教的比重 确实你学的比重 要来得多 之所谓的刚性课岗 就是你一定要教什么东西 那我们现在是在 往柔性各样的方式走 就是说重点是 学生自己要学什么 那老师很多时候 只是陪着大家来学 他是作为一个先 比你先学到这些东西的人 但是养成一个 你还是自己要判断的 批判思考的这种学习习惯 那这件事情是蛮困难的 就是尤其是像我们 接下来高中也要有选修课 然后小学一二年级的生活的课程 更是直接告诉老师说 绝对不要教小孩任何东西 是让他自己去玩 在玩的过程里面 见机行事 去让他看到一些 知识的可能性 跟新的社会关系的可能性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重点并不是 老师要改掉什么教学习惯 而是说老师要培养出 跟小孩相处 他不要觉得自己在教 可能是教学人的 怎么能教直接拿掉 在很多情况下 就是说大家一起学的 这样子一个习惯 所以他说难吗 也不是很难 他其实是一个转念的工作而已 当你能够这样转念之后 其实任何人都有一起学习的能力 因为就像我们常常讲说 其实公务员他下班的也是 也是公务员他一样要报学 一样的道理 就是老师他下班了 他一样是一个正常的人 他也有他的兴趣 也会去学习 也会跟朋友混 可能这些都是会有的嘛 所以他如果把他这一面 能够在教学上面 更让学生看到 更是一起学习者 而不是好像这个 由上而下的去教 这个才是我们在新课堂的时候 特别需要注意的部分 有15位朋友想要知道说 为什么会想要同事这个行业 就是说为什么会对公共服务业 有兴趣 就是所谓的公务员 就是Public Service 当然也是一种服务员 我们里面也要用到 服务设计的工作 我对公共服务的兴趣 是因为我有一个研究的兴趣 我从14、5岁开始 从国中辍学 一直研究就是同一个题目 今天我们会说 那叫做网络社会学 那当年还没有这个名字 那所谓网络社会学 就是问说 为什么透过网络 人的行为 尤其是组织的行为 会有所改变 为什么好比像说 在以前我们透过电视 或透过网络 都是一万个人听 一个人讲话 但是透过网络 我们可以反过来 我们可以收集 几千几万个人的想法 所以就好像一个人 在拼几万人讲话 或甚至几万人 彼此听彼此讲话 那为什么大家会有这个动力 会有这个意愿 那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 大家要一起吃过几次饭 一起玩过几次 慢慢才能够培养出 友谊跟信任 但在网络上面 讲一个关键字对了 马上就变成朋友 所以说为什么在网络上 跟这个实体 本来的实体世界里面 会有不同的信任的表现 组织的表现 这些表现 以及促进这些表现的空间 要怎么去设计 那这些都是我十四五岁 很感兴趣的题目 所以到现在已经做了 非常久了 做了二十几年 那这个题目呢 它通常 这个在业界 只有两种出入 一种出入是 我们叫做 precision 什么叫precision preservation呢 就是说它找到 透过这个分析的方法 去找到你在网络上面 各种行踪 然后呢 这是从你也找到 这完全被动的 因为它是 借着这个蛛丝马迹 在猜你的行为 现在都猜得不太准 但是未来当然 也许猜得越来越准 然后呢 它猜到你的 这个行为模式之后呢 它就可以用最便宜的方式 下几个关键字广告 然后呢 就让你一定要去 买某个东西 一定要去偷某个人票 那这个是很赚的 在业界 就是precision preservation 这个非常非常赚 那但是呢 这个设备影响力呢 也是很大了 那有时候是负的 就是你前面要加一个减 那但是 看看为什么麦克风的 喂喂 好 那也就是说 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 如果我自己在做的这些事情 但是觉得是说 我社会影响力是否 我就会拒绝做 我不会觉得说 我好像只是为了赚钱啊 这个怎么样啊 换成别人也会做一样的事情 我不会用这种方式来 来麻痹自己 我一旦觉得说 我在做的事情是不对的 我就会平时做 那所以说 如果不是就是 根据私人的公司的利益 或者是一些什么的利益 去要求整个社会 透过暗示的方法 被动的收集大家的资讯 然后让大家去往 一个特定的方向走 这种persuasion 那他的替代是什么 那这个就是这几年来 大家一直在研究一个问题 那我自己的想法是说 替代他的 就不是说 透过特定的这个势力 去manipulate大家 而是说 让大家都能够 很具体的看到 各自的态度 各自的想法 各自的感受在哪里 举例来讲 我有参与设计的一个 也是开放的 跟什么的自由来源 叫Polus Polus这套系统 我们当年是 Uber进入台湾的时候 我们是同时把 线上的这样一个 开放式的问卷 发给了上千位的朋友 那包含Uber的司机啊 这个建设司机啊 乘客啊 所有人 那这些人呢 一起来线上 然后去写下 他们对于Uber进入台湾 而且呢 用一些没有 职业驾照的 这个司机 来开车 也不想说 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有没有什么感觉 那我们就发现说 我们在媒体上面 这个大家吵得很凶 当时大家的国际消火 但是呢 其实当你进来之后 就是发现说 你的Facebook 跟Twitter的朋友 是各个方面都有的 也就是说 并不是这个 一定是 对方就一定是 好像 这个不可理喻的坏人 而是说 只是你的这些朋友 我们没有在晚餐的时候 聊过这个话题 事实上在这个 多元的社会 每个人都有各种 各样不同的想法 但是呢 因为说 我们在进入这边之后 你可以看到 你的朋友们的想法 然后你的这个想法 你可以按同意 或不同意 随着你按 很多次同意 或不同意 你这个位置 就是这个蓝圈圈 就开始在这个 四个group中间移动 那这个移动的过程 里面 也会把它 merge在一起 就是说 随着时间过去 我们就发现说 有一些事情 是大家都不争执的 大家都同意的 而随着大家 能够同意的事情越多 这个东西 就好像大家 在比赛考试一样 我能不能够 写出一个想法 让94%的人都同意 我能不能写出一个方法 现在第一名是94分吗 能不能写出一个方法 让95%的人都同意 所以大家就 试着去找出 更有共识 花时间在凝聚共识上面 因为我们当时 就是我们答应说 大家最有共识的前几年 我们就会拿来去跟Uber 去进行谈谈 然后一起把它做成 就是我们新的 对于就是共享经济 当时叫共享经济 对相关的这种法令 所以同样的道理 就是说 当公务们一出来说 我们会把大家 集合现在的公司 变成法律的时候 酸的人就变少了 愿意想要做贡献的人 变多了 所以我们在集合 各界的意见之后 其实大概都是长这样子 就是说我们在 广路上面 最能够被我刚刚讲 就是分化 集合化 被perseway 不相贴标签的 其实只占极小处的 这些意见 只有这些意见才是 就是我们在 平常Facebook 甚至D卡上面 会看到很多人 花很多时间 在那边打地战 但其实整个公众里面 绝大部分的人 其实都是同意一些 就是consensus 一些共识 而且大家如果愿意 花时间进 把这个共识 越来弄越精细的话 我们就可以拿着这些共识 然后去跟各方的意关系人 在有直播的环境底下 让他们一个一个去 确认说 这些共识 他们能不能够同意 能够同意的话 大家就会觉得说 说话要算话 所以在现在 就是物贵问题 已经解决了 你用物贵 已经可以交得到计程车 那计程车 也可以自己 有小物贵 这样的拍摄环境 而且是多对多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整个服务品质 就一起提升 而不是说好像向下沉 我自己的研究 就是说 我们怎么设计出 这个空间 这个空间可以让大家 越来越社会上 凝聚在一起 而不是越来越 分散成好几遍 所以这个就是 我现在拿 各位的纳税金 在做的研究工作 就是希望能够去 营造出这样子一个 就事论事的 然后凝聚的空间 那从我个人的良心来讲 因为拿的是所有人的 不管他是在哪一边 我都有拿他的纳税金 所以我也会觉得是说 我就不用特别为特定的利益所服务 我是可以为大家的公共利益所服务 所以这是所谓的公共服务员的工作 有十五位 没有想知道说 最近微软 Google 事实上还包含 IBM Amazon 等等 国际大厂 都来台湾设立研发中心 那台湾的AI是不是很强 对 台湾的AI非常的强 那为什么 大家都来设立研发中心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 就是说AI发展到现在 它已经不是纯粹软体的演算法了 你做一个好比说听那种讲话的这个AI 它大层次的这个AI 它现在最重要的可能已经不是它的那个演算法 所有人的演算法现在差不多都长一样 它最重要的是说这只麦克风 就是这个麦克风它能不能够有效地 去定位到这个场地里面的各种回音 各种干扰 它这个麦克风如果坏掉的话 它能自动有点麦克风浮 这叫Microphone Array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技术 在现在现在非常的需要 然后那也包含说就是实际 这个是Edge 就是说我们在末端去收集这个讯号的时候 在这种硬体上面有一个工作 那同样的台湾也有非常多进行设计的朋友 他能够去把这个麦克风而为设计到 他能够你觉得你愿意摆在会议桌上面 当一个装饰的这个程度 那这个同样的也是工业设计 也是服务设计的这个工作 那这也需要就是合同一个人才 那在亚洲很多国家里面 有些国家它做某一个Vertical 就是做某一个行业 相信它会做金融 它真的是做得非常好 那但是呢 你要跟他说 A9我们来做新农业 他就跟他说 那边去找他的币 就是说台湾的一个特色 就是说我们在每一个Vertical上面 大概都有很愿意尝试 用新的科技来改善这个Vertical 像以新农业来讲 就是有一些朋友 我之前去参访的时候 他们透过无人机 在一个很便宜的镜头去数西瓜 然后呢 他们就是透过机器学习 因为他们很需要知道 那一大片西瓜里面 到底有多少西瓜 但是他数的时候 就发现他们都把石头当做西瓜 因为在国外训练的 就是那种大的白的石头 跟西瓜长得没有什么两样 所以他们只好用台湾这边的石头 再去训练那个AI 然后都做西瓜就数得很好 然后很快一年就要他们去数凤雷 然后去数鸭子 他就说这些东西 他如果没有结合一个实际的社会情景 只是在理论里面去做的话 那就会犯下很多戏骨 在早期训练AI的时候一些错误 因为他来的这个资料集 大概都是某几个特定大学的大学生 自己建立的 那后面像说里面的白人就特别多 所以呢 有一阵子呢 我就不讲准备 只能某一个大公司的AI 当你上传照片到他的相簿的时候 如果里面有黑人的话 有些黑人会被分类成大行星 那这可能就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对 那所以就是说 如果你在这个研发的过程里面 没有结合实际社会的需求 没有一个社会的学习圈 不断地来告诉你说 这个技术要怎样融入社会 那他就没有办法很有效地 解决社会需求 那可能还会造成社会的麻烦 我们还要透过创新来解决这些困难 所以台湾的优势 不只是在说 我们也有相当多的 就是做AI演算法 这当然也是一个资料科学 这个都是我们很强的教育商 但更重要的就是说 即使你不是学咨询科学 不是学资料科学 而是学 就是各位正在学的任何事情 大家只要保持一个 我只要愿意把我容的部分 这个工作里面容的部分 透过AI来跟我一起 协作这个想法 放在心里 那大家都可以很容易地进入 整个AI的创新的这样子一种工作里面 那这个我觉得才是台湾最强的地方 就是各行各业 大家都是相当的自由的 愿意去用新的方式 来解决这个扑闹的问题 那这个是我觉得 我们现在台湾最适合发展AI的地方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它如果在硬体上需要修改 它在韧体上需要修改 它在服务流程上需要修改 它在视觉设计上需要修改 它在各种各样的需要修改 台湾都有这样子的原材 所以在发展AI的时候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生育圈 有20人朋友问说 对于台湾目前遇到的电力问题 我觉得要燃内发电 做不好 干净的没 还是要重启核电 能不能够为我的专业 在这方面做出什么贡献 这个其实是有的 就是我刚刚讲的 就是大概比较能够 就事论式的一个空间 那这不是我家的网站 我几个朋友弄的 它叫做energyypaper.tl 如果不够 它是找能源转型白皮书 那这个能源转型白皮书 它相当的厉害 就是说它不是只是 公开所谓的资料而已 它是能够去把 所有的公民对话里面的 每一个场次 大家对于能源有什么散发 有没有什么疑虑的地方 有没有什么事实需要对齐的 然后以及我们目前像节电 各种不同能源配比的 状况怎么样 它都有一个 很详细的一个白皮系统 在后面去进行 这个意见的流向的规整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 非常有趣的工作 就是说你在每一场会议的 谁在几点几层 你讲了哪一句话 它对应到什么流向 对应到什么方案 它怎么样进入 我们能源白皮书的过程里面 大家要调资料的时候 在哪一个时候调到了 到最后就是这个白皮书 它不是公布人 自己决定的 而是你可以看到 它经过工作小组的 就是Cooking之后 里面的每一个字 每一段落 它都是由本 它是从某一个人的 concern过来的 那这样子一起凝聚出来的公式 就是在做能源转型的里面 就比较能够说服大家说 这是它说服满意 但可接受的方案 而不是好像你排除掉 人之后 自己关在门里面 讨论出来的东西 那今天因为时间有限 而且其实我不是能源政策的转家 所以如果有空的话 就是麻烦到了 就是能源白皮书上面 现在还是可以参与讨论 然后它们拍了一个蛮让人感动的影片 我就不放 那就是如果现在 有什么具体的想法或贡献的话 还是可以继续在能源 转型白皮书上面去提出 对于台湾上学时间过长的问题 我们对我们有之前有在 公正在网络参与平台 我们到五千人部会就会回应 那有些跨部会的案子 我现在每个月处理两个 是透过把这个连署的人邀进来 好像刚刚报出来的一样 逼此协作 那之前我们就有处理一个案子 就是第八节课的这件事情 那第八节课当时呢 有时候有些学校会给小孩签一个同意书 就是家长签一个同意书 说同意他的小孩 在学校继续上第八节课 那但是呢 在那个同意书上的选项呢 只有同意跟我同意 那所以你不敢高乃 你都同意 对 那所以这个是蛮厉害的一个受理设计 但是就是我刚刚说 我这个绝对不肯拿钱做那种事情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就是说我们就实际去对情 说我们是不是真的不能够开第八节课 那当然后来也发现说 确实在某些地方 它是有那个社会需要的 也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次发性的东西 它原发性的东西就是 台湾的这个公式确实是比较长 这就是事实 那但是呢 真的要讲说我们全职的公式 其实也没有比较长 只是说我们全职的人的那个数量 是不成比例的 那这个后面有一个原因 这个也是次发性的 它的原因是说 我们在台湾目前并没有专门的法律 去保障部分时间公式的就业者 那在大部分OECD国家都有 所以说社会通面 就我们想到不是全职的人 脑里可能浮起来就是打零工 工作不稳定什么之类的 即使他赚了很多 还是你还是觉得说 这不是一个很好的 尤其是家长不一定觉得 这是一个很好的工作形态 还是觉得说 朝九晚五是比较好的工作形态 那所以这样子 我们就不成比例的多 这种全职工作者 那但是这个也就造成是说 公式就是比较universal的一个班里面 大部分的家长 都是已经需要全职工作 那这个呢 就再回来 就是整个劳动环境等等 所以就说 我们就是透过工厂法 现在一路下来变成劳机法 这个东西 目前劳动不仅在全职检讨 看有没有可能让新时代的 他根本不一定在同一个地方工作的朋友 能够像本来的时代的工作朋友 有相同程度的保护 让他在工作上面都更有贪心 没有选择 我们才能一步一步一步 这样子回来 解决这件事情 有19位朋友们 这个想要 我说 这个是否也认为 校长这个像是可批 刚刚那个表情真的非常像 显然是有练过的 是是是是 好 OK 那18位 我们想要知道说 推行素养教育 教学心态是否能跟着改善 还是就像以往 体育艺术类型课程 被牺牲来上所谓的政课 刚刚提到生活课程 其实就是 本来大家熟悉的什么家政美 然后音乐啊 这些东西 把它 把它 毛体某的 有多么外派的 混合在一起 那实书上面 以我的理解 我们只透过 学校自己的 高中低修 学校自己的特色课程 跟旁边的 community 就是一起做的 就是社区相关的一些 课程 一些活动 甚至不一定在校内 这些东西来 扩增大家的一个 想法 所以说所谓的政课 也不是只能关在教授里上 那所谓的这个活动课 也不是就是 好像总是 被严用或被牺牲 很多时候 要看学生的兴趣 为什么这样子呢 是因为学生越来越少 所以就是学生 这个权力越来越大 他可以决定 他可以决定 你在哪里 所以这件事情 就会一部分 也让我们像在 接下来高中阶段 我们很多教室 如果我们不再去 选修的话 那这些教室 可能就要有 用别的用途 但是因为我们 引入了选修 就是所谓 一生一科表的 这样一个制度 所以大家就是 用脚投票 如果大家愿意 学校多看这些课的话 那就让学校知道 那这样子的话 就不会有 学校觉得哪些是正课 但是学生 不觉得那是正课的情况 而是说 学生能够去参加到 每个学校的课班会 学校的课班会的主导权 会提醒到很多 包含他要用哪些教程教法 他要用哪些配笔 去开学生课 去开课程 开哪些课程 等等 有些学校可能觉得 教哲学 虽然课档里没有 是我的这个特色 有些学校可能觉得 教电竞 是我的特色 那所以这些东西 都是完全看学生的需求 来决定的 好 底下已经非常激烈 在讨论 还是不要 先介入讨论 好的 好的 有16位朋友问说 教育部长 是否要辞职 发管的真相是什么 跟各位很诚实的报告 就是说 教育部所有相关这些会议 我完全都没有收到会议通知 所以我跟他一样都是看报纸 在讨论 在讨论 因为事实上我在行政院里面 除了设备企业之外 就是透过各种平台去促进 这个民间提起的这个联署案 跟这个政府中间的互相显建 跟沟通 那如果不是 透过这些管道 我还有管理到青年参与了 那就是好几个青年咨询委员会 那透过清发署 也联络到各学校的学生会 那但除非是透过这三个平台 进来的东西 基本上是绝对不会到我的桌子上 那所以 我当然也不知道真相是什么 那但是 以我的理解 就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自己是学到很多 很细微的 就是关于行政工法的这个素描 大家都在这个过程里面 对于行政法 都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 彼此切磋跟认知 那我觉得这是 受回这个互相学习的一个机会了 那其他的部分 包含教育部长的人 其实等等 我真的一无所惜 也没有办法回答那张 如何定义 上一号 医护专业领域的企业创新 上一号 很好问 我想创新 有一个很简单的定义 就是说去做一件 你之前没有人做成功过的事情 那你也不一定会成功 至少要做做看 那创新者的一个特色 就是说他不会把失败当作失败 他会把失败当作学习 那而且学习也不是 只是自己学习 就像刚刚说 从资本到荧幕上 这个失败的教训 是大家都可以学习的 等于之后 大家就不用再去穿 这个你已经穿过 这种失败的诗词 所以失败的程度 对于一个创新者来讲 他其实是每天每天都爱经历的 而不是好像我们说 他这个人人生好失败 好像是排你一辈子的单位 对创新者来讲 每天甚至每个小时都在经历 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失败 然后有时候做出一点点成果 马上分享出来 根本的这些过程 那在医护的这个专业领域 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趋势 就是在接下来几个月之内 卫福部应该就会把 远去证要办法再公告 那远去证要办法 在台湾事实上是 之前我们讨论非常久 那我记得第一个 送到我桌上的是 有一群心理师 那他们觉得说 他们就是看诊啊等等 也不需要用到特别的器材嘛 那他们也有很多个案 在一开始就是建立 信任关系是会要出国啊 或者要搬到别的地方 他们希望能够继续 透过远去试讯的方法 来进行他们的心理资上的 这些服务 那这个心理资上的服务 确实它不需要器材 那只要现在我频繁够关了 确实好像也没有什么 特别需要觉得说 一定要非在同一个地方 不可的原因 但是我们在法令上面呢 因为我们心理事法里面 有一个心理事实职业 以一处危险 就是他要在单一个地方 可是这个地方的意思是说 他不能挂机在好多个诊所 他必须要在一个诊所之间 那接下来是透过戒调 或怎么样的方式 去执行他的工作 但是呢他其实 有没有规定到个案 一定要在同一个地方 这个在法检事学上面 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 就是立法者当年可能没有想到 但是我们现在的机关 往往就用韩式的方法去说 那我就是觉得 我们不可以 要谨慎为止之类的 那好在就是 目前的国发会 下面也领称出位 他本身是选法律 然后也是长年的一个文官 那所以他作为专业事务官 但现在国发会的KPI 非常有趣 是他每两个礼拜会 他废止了多少个韩式 他解释了多少个韩式 本来被认定不可以做的事情 有多少个想必能可以做 他给他的同仁的KPI是这个 那他后面那个原理就是说 如果你的母法案子法 没有说不能做 那也没有说可以做 那但是你的有一个个案解释 说不能做 这个个案不能波及到通案 那如果这个 以前都是通案 不能这样子 那如果这个通案呢 他违反了这个母法 自法的这个法律保留的原则 就是说他明明没有说不能做 但是你的通案 只是把扩增到 好像不能做 那这个通案也应该愿意废止 所以透过这种新的解释学原理 然后又把这个公部门的 这个考级KPI 盯在这个你到底 调查了多少暗示上面 但我们就进入一段 非常厉害的这个法令综合事情 从他刚上任到现在 都是这样 所以我们就是透过刚刚讲的 这些巡慧平台 不断地收到一些 大家觉得 我正在解决社会问题 为什么政府要造成我的问题 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我们就透过这种 跨部会的意见凝聚的方法 去帮解决社会问题 解决各位的问题 那所以有非常多的松绑 然后甚至像这次 人去医疗办法修法 都是一种公开讨论出来的 那又是因为公开讨论 公务员就比较不会有那个压力 觉得说好像我在图一场上 还是怎么样 就说公务员可以说 这是我们多少多少几百 几千人 讨论出来是不共识 我是把大家的共识 翻译成性法律文字而已 所以这部分我想 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就是说我想 在医疗研语也好 在别人也好 就是去看到有哪些创新 它在此之前 不管是因为社会关系 或者是因为法律的关系 或者是因为技术不够成熟的关系 所以还没有人想到做的 然后你们就去挑战嘛 技术的话 你就是去找 技术研发的朋友 法律的话 就是找我们国发会 那如果是社会关系的话 你可能要想一些关键词的转换 然后不要把智商改成相儿 那像透过这些的转换 就是不同的转念的这个方式 你就会发现说 创新的可能性就开始出现 然后你就可以建立一个 在本来的环境下建立不出来的一个 Business Model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创新的方法 这个还是逃不掉 好吧 那来RAP吧 因为我是参与文明师 我参与文明师 我参与文明师 但是这个秀出来好 大家都不知道在上场 好长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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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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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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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在这种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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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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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